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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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非常高按,我是小 emotions 欢迎收听小刘说相声第51集 哈喽各位相迷 可能跟我上礼拜看球看的一样很煎熬吧 那应该说呢 从今年开季到现在 打了一个多月了啦 说真的只有一周很少统一的那三场后 比较振奋 可是呢上礼拜花莲那一场啊 被统一外野三轨打出三通后 心情上大概也还回去了吧 那加上礼拜呢 真的是头首爆炸的一周啦 那打击有好几次在关键时刻软手 真是令人恶丸 实在是看不出是一支要三点八的球队 所以啊周日那一场后 最后赢球对球队近况来说 也真的是一记强心争耶 尤其是德宝拉感觉有进入状况咯 那虽然说呢 队友打击还不够狂啦 可以让他当上极乐宝拉 可是呢先靠自己的好头快乐一下也不错 那他的回吻呢 我觉得大部分的相迷 会比较松口口气啦 那至少单周有一场是有赢面的那种感觉会慢慢的回来啦 好另外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年纪增长了啦 我自己现在看球呢 也比较不会受到输赢的影响了啦 所以各位球迷啊 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那我们都知道哦 球队经营是往好的方向在走的话 那有这样的球队可以支持不是很幸福的吗 当然啊可以赢球谁不想呢 可是学会接受失败啊 进而让自己心智更加强壮 那这也是小刘想要跟大家说的 那我们就做球迷可以做的事情啊 那低潮我就努力 高潮呢我就一起欣喜 那多多进场呢做个快乐的球迷 何乐而不为呢 那说到进场看球呢 周日那一天啊 就以为一位美丽的球场工作人员啊 那雨中呢很辛苦的维护场地 那在拉扯帆布的时候呢 不慎就被拉倒啦 那其实我想应该跌的还蛮痛的吧 那可是他还是微笑的尽力去完成工作 那这种精神呢 当然是获得了好评啊 可是我说各位观众啊 跌倒的影片剪成一分钟重播 还慢动作播放 变成比赛的精华 啊你感觉哦 人家是女生耶 好啦我想真的要给他鼓励一下 那就称他为当天的胜利女生吧 那你的微笑敬业精神呢 真的也感动了我们球迷的啦 谢谢你的努力 那当然不是只有他啦 真的也要感谢所有的球场工作人员 尤其是球赛结束后 要解除清理整洁的人员啦 说真的啦 大家每场离场的时候呢 主动的把垃圾带走 那甚至稍微分类一下 那看到工作人员呢 主动跟他们说声谢谢辛苦了 我想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吧 好那开头前聊的最后呢 我想就跟大家说 我们每一位呢 都是中心兄弟的胜利男神跟女神啦 现在真的是海藻 那一场一场来 跟着球队一起拿下比赛的胜利吧 中心兄弟的胜利 中心兄弟的胜利 就让我们关心一样 骨灵 soldier才是中心兄弟 哦 一场场地球 哦 中心兄弟 哦 我忍伤兄弟 哦 我愿意 當然我们关心一心 謶者在鲜乘中心兄弟 哦 我愿意 哦 中心兄弟 哦 中心兄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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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現實後還是要面對啦 那還是要看一下上禮拜的一些精彩的賽況 那首先是5月2日到禮拜二後 這場比賽在花蓮棒球場 那對戰的統一711時呢 我們是以2比8落敗 單場MVP是舒智傑 勝頭部分是羅昂 敗頭是余謙 進場人數是4732人 那這場後我記得上禮拜呢 我還特別擔心了一下 那果然呢 最近喵喵打擊真的是可怕啊 那關注一下上禮拜的其他比賽 也不是只有我們受害耶 統一的攻擊啊 不論是傳統數據 甚至於進階數據 都是五對第一 欸奇怪了 開季不是還在統一FC足球隊嗎 怎麼一下子就大幅要盡啊 難怪這場我們的雨千就難過啦 頭部滿兩局就被打了 八支安打 外加兩支全力打 失掉六分的智責分 這應該是目前一軍出賽 最慘的一場了啦 這好像也是生涯第一次 一軍對統一出賽耶 那剛好碰到四十軍的散鬼回歸 那外加重庭重雨兩兄弟 今天開外掛 那其實我覺得齁 余謙今年的球數是有投出來的啦 那只是投的位置跟控制力呢 沒辦法每一場都這麼理想 不過呢 有球數 加上應該是沒傷沒病痛吧 那就值得培養啦 老話一句啦 多練就是了 好啦 當然當天呢 回到花蓮家鄉 好像家人很多都有來加油齁 可能有一些緊張吧 那賽後釋放情緒呢 過了就算了啦 老實說齁 我們現在投手戰力呢 也需要你來突破自己啦 那想起很多人呢 還是對你期待很高的喔 好 這場新發的爆掉呢 那後面幾位投手啊 除了徐基林之外呢 有穩定的下來啦 那攻擊部分呢 就看志豪跟魚住的表演啦 那整隊巴斯安打呢 他們兩個就打了五隻 那兩位今天的棒次呢 剛好是有串聯到啦 那中間夾著的周董呢 也有安打跟上壘 那攻勢呢 在他們上場的那兩局呢 那幾局呢 還不至於太難看啦 不過最後呢 還是無力追趕的輸球啦 那休息一天呢 5月4到禮拜四啊 來到了樂天桃園棒球場 那這場比賽我們6比11落敗啦 那單場MVP呢 是廖建復 還是連兩場拿到MVP啊 那這場比賽朱玉賢呢 又是單場雙翔炮啦 那勝頭部分是威達爾 敗頭是鄭凱文 那進場人數有6105人喔 好喔 休息一天移動到桃園啦 不知道是不是多會的氣場太強啦 那前一天齁 再見逆轉炮的廖建福齁 今天又再發威了啦 第一局就是勝利打點的安打 那第四局呢 在聯手朱玉賢 背靠背的拳雷打 那說到朱玉賢今天 再度雙翔炮齁 各位觀眾啊 今年朱玉賢的四支拳尾打 全部都是打我們家耶 連兩場雙翔炮 真的是很想跟他說齁 朱哥先不要啊 齁真的是遇到他狀況最好的時候了啦 好那凱文這場呢 也是一局的大爆炸 單場10分耶 那生涯的這也是他生涯的新高了啦 原本的紀錄呢 也是在2017年對上的Lamigo 那單場被三支拳尾打 也是憑著個人生涯紀錄 也是上一次對Lamigo 難怪之前呢 有好長一段時間呢 都沒有投樂天Lamigo了啦 反正就把他當作是 夜裡引爆吧 那其實這場狀況呢 他確實試頭球太多了啦 好不過後段半呢 反而是我們比較有進攻的機會 那第七局的一陣串連呢 詹子賢的二兩打 我覺得最為振奮 那一局可以拿下4分 那雖然最後是輸球啦 不過還不算是太歐喔 那5月5號禮拜五呢 來到了週期棒球場 對上富邦漢將 這場比賽4比7落敗 單場VP是張靖德 勝投是艾普勒 敗投是吳哲元 進場人數有5276人 禮拜五回到主場 進行跟富邦的三連戰 那市場比賽之前啊 兩隻金控球隊還真是難兇難斃耶 戰績呢 暫時就是位居墊底的兩名 好那之前對戰呢 這打了兩場 我們也還沒贏過富邦 當然是很想贏球啦 不過今天我們的先發投手 吳哲元呢 狀況就不是很好 那雖然一開始掉了兩分呢 算是有點衰啦 最有守備也出了狀況 不過三局上呢 被范國城和張靖德的背靠背前打 就真的是造成重傷害啦 那我們在四局下呢 也展開了一波反攻 其實也算是有點運氣成分啦 那對手的守備呢 也有些狀況 那我們追回了三分 但是差了最後一步 沒有能一鼓作氣翻轉的戰局 無所謂因這場 倒是也吃了六局的偷球啦 但是張靖德今天實在太猛了啦 第七局又打出本場第四支安打 最佳兩分保險分 那比賽就此花下了據點啦 5月6號的禮拜六 那這場比賽對上富邦寒獎 還是於三米斯落敗 那擔場尼平呢是李忠賢 那勝投是安德勝 敗投是鄭浩軍 進場能數有11193人喔 禮拜六這場呢 我覺得是上禮拜輸得最可惜的一場比賽啦 那兩隊先發投手呢 是旅外回歸選秀第一指名的本土大對決 鄭浩軍 vs 江紹慶 那其實我覺得好像很久沒有那種 加日王牌對決的興奮感了耶 真的是很回味以前 肥道手跟金碧人的對決盛況 那這場搭配海綿寶寶的主題日齁 有破萬的觀眾進場 其實現場的氛圍真的是很不錯耶 好啦 畢竟我也是有進場支持 想說應該可以看到一場直敗的比賽了吧 可惜就是不盡人意啦 說真的啦 我覺得鄭浩軍這場投得比江紹慶好耶 很歐的好 就是對手就是有人爆氣 那這場輪到了李忠賢啦 那先去三局 先是三局的那隻安達 就找洞川 也帶有打點 那第五局滿壘輕壘的安達呢 也決定了這場比賽勝負 不過老實說齁 這局浩軍有點不應該啦 兩出局之後被安達上了也沒關係 但是突然的控球不穩啊 連續兩個保送堆壘 那最後最後的對決球呢 又被狙擊 那就造成了這結果啦 那攻擊方面呢 第五局一度呢 有追上的氣勢跟機會 那關鍵時刻上演的真兄弟大對決 可惜越東華越大哥齁 沒有辦法擊倒二弟越紹華 那後續的反攻武力 就吞下了當週的第四敗啦 我約西亞禮拜天呢 推仗富邦漢將 這場比賽是3比1獲勝 終止了四連敗 那單場MVP呢 是拿下勝頭的德寶啦 敗頭是肯特 那進場能數有7256人喔 最後一場呢 好險德寶拉就carry了整場啦 完成了超過七局的投球 那要不是下了一場雨後 完頭勝都有可能耶 真的是大大的幫助了球隊 那希望寶拉呢 真的是回神了啦 那我們這場打肯特喔 真的算是有突破了啦 尤其是又打了詹子嫻 那看到他發揮以後 才是最高興的地方 欸對了對了 今年我們碰到左頭機會 真的是很多耶 欸奇怪的是 我們的左打之前 好像也不會怕左頭啊 不過今年呢 卻有打不好的跡象 所以啊 包含魚住啊 跟子嫻兩位 有攻擊力的誘打 能夠打好 那我們打現左傾的缺點 才會有一些解答啦 好總結上週呢 是1勝4敗 那上半季呢 在上週打完 是8勝15敗 一盒位居末位啦 那有一點拉開 跟第一名的差距了 但也不是完全沒機會啦 那就一場一場來求勝囉 那上禮拜團隊的數據部分啊 那我們打決定不是最差的 但是呢 我們的OPS攻擊指數 卻是最差 那差別就在於長打的部分啦 尤其是全雷打上禮拜是掛蛋喔 那相反的呢 我們的先發投手呢 又被炸裂了這麼多隻全雷打 那一來一往之間呢 勝負就很明顯了啦 好那攻擊型態的問題呢 大家也討論很多了啦 那我覺得技術上呢 我們肯定沒有辦法提供太過意見 但是呢 是可以想想可能的原因啦 那例如呢 是不是體能上的保持出現的問題啊 投球的模式是不是需要改變等等啊 總而言之啦 贏球的就是自白病啦 但是呢 也要請球員 也要相信我們這些球迷齁 一定會繼續加油支持你們的啦 那希望今年會越來越好囉 另外陣容補強的部分啊 我們的新陽投金安 上週日抵台囉 那球團呢 這兩天會幫他體檢 那因為他到四月底都還有出賽啦 那沒什麼健康問題的話呢 週末的比賽 直接上也不是不可能喔 那我覺得如果要上的話 應該還是會先把泰勒放到二軍啊 不過阿福啊 接下來如果沒有爆炸性的攻擊表現 加上球隊戰績還是低迷的話 有可能就會以三陽投為主了 那因為陽炮目前對我們的效益 不算太大啦 而且我們的本土投手啊 近期連二軍的選手都表現不太理想 所以本土扛不起來的狀況下呢 陽投就真的是很重要了啦 其實每隊都一樣啦 那另外呢 那好像有傳聞不只找了一位新洋將啦 那這也是好事 那就期待看看有沒有更新的消息囉 那最後是本週的賽程啦 那基本上呢 未來也將是長達兩週的客場賽程 那首先本週二跟週三呢 在新莊跟富邦進行實職的五連戰 那休息一天呢 五六日到台南做客 先發投手的安排呢 首戰於先是確定的啦 那接下來凱文跟哲元呢 雖然上禮拜投的不好 但是一輪子分別會對上富邦和統一 那我覺得呢 算是他們擅長的對戰組合啦 所以應該是不會變 那週六如果不是新洋投的話 美美正好軍應該還是會吃下一場先發 那畢竟上禮拜投的不錯 那剩下就是德寶拉啦 穩定拿勝是可以期待的啦 好不論如何老話一句啦 我們中心兄弟是沒有在放棄的 那過去發生就算了啊 一步一步來就像這集的標題一樣 勝利女神一定會對我們微笑的 大家加油啦 好那本期節目呢就先到這邊 期待下禮拜的再會囉 我是張磊聊 不離不棄百萬相比 現實到底總心兄弟 生命路上充滿崎嶇 不為風雨飛在到底 大聲還用力挺 有不放棄的決心 不放棄拼到底 總心兄弟總冠軍 喜歡我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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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樂